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没有给钱的车祸 意外导致军煮饭 求是瘫痪 所以请问 应该这里 你要骗多少小房子 你先告诉我 几几年数什么的 七十年后 我告诉你啊 他现在啊 从后面啊 后背筋 后脊背的脊柱啊 一直到下面啊 是歪的 而且呢 连不上这个地方 现在呢 我告诉你 他的意识非常好 很清楚 人也挺好 实际上 你想知道原因吗 他上辈子就是在他出世的时候 他曾经开车 就是把人家不当心啊 把人家一个人甩进去 他门没有关好 上辈子的时候 所以这个人死了 那个人这辈子也叫他这个样子 你知道他上辈子是个女人 所以你这个先生非常温柔 人性格非常好 你像男人 他像女人 对不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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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告诉你 你先生过去没有出车祸之前 人很有才华 他非常懂得意识 明白吗 而且我可以告诉你 现在看他的情景 要想完全恢复 比较麻烦 所以我告诉你们 不要损坏肉体 如果你们损坏了肉体之后 那么头上要帮忙 都很难治 最好就是说有病啊 但是呢 在还没有完全 里面损害弄掉 切掉之前 最好就年轻 这样比较不少年轻 明白吗 现在呢 比较难一点 但是呢 台长刚刚看他 他两个腿啊 有一个腿啊 现在还能动 而且呢 这个腿呢 还没有受伤 好像精神和精精啊 还连在一起啊 对不对啊 对不对啊 是 对啊 对啊 我告诉你 你要跟我记住了 他 他这个人 既如果 就算现在没有了 他也是偷人到的 因为他一辈子 没有做什么坏事 就是上辈子的事情 如果你们早点知道台长的话 我保证他不会出这个车祸 有多少人 台长电话他说 你要去车祸了 你赶紧念小灾即将神仇 赶紧念小孩子 我说 你毕时毕不开了 但是你命迷得能解 最后汽车全都撞烂了 他居然人没有事情 谢谢大家 所以 现在 认识台长也不迟 你看他可开心 现在 认识台长也不迟 我告诉你 你要坚持锻炼 我教你的方法好吧 你叫你太太 你趴在床上的时候 拿那个大杯水 冻的大杯水 不要直接倒 倒到另外一个杯子里 然后呢 拿棉花 你帮他再起序这一分叉 一边叉 一边念大悲咒 看看三个月下来 他能不能动 小王子 你给他变八十九条 好吧 你好好地把他放放生 可以不可以 不要放这种小鱼 因为我 连这个都看到 你给他放个生 鱼不大 对不对啊 还拿厉害不厉害 拿杯水吧 你怎么放不小 你一定要救他 那个老婆怎么当的 你跟小的 神经病有点吧 小的 小的人家不杀的 人家养个大才杀的 所以鱼大一点好啊 好 听得懂吗 你怎么不放鱼苗啊 你这都能懂这样啊 要是过去 来人啊 好啦 我告诉你 不要紧张 有思维就好 经络还能得上 还可以 我告诉你 他最后的晚年 可能可以站起来 最多主跟管贵 可以走路 是 大家给他的祝福 icles 我知道 他一定能站起来啊 肯定吗 这个叫家持 什么叫站起 这个家持 一所以叫家持 你问他现在有这个心 一定能站起来 好不好 想啊 所以人只要星辰一定哲零 我告诉你 台长给你看过了 精彩莲的上 骨头是弯 但是没有关系 因为他动过一个大手术 然后这个手术 只能做到这个位置 他的骨架还没有完全涨齐 等到他慢慢念经之后 他的骨架会涨齐之后 他会这样 然后呢 你到时候呢 就慢慢慢慢地会合起来 然后呢 他就腿就有力量 现在主要是骨架没有力量 所以他腿就涨不起来 台长其实我想说 他因为是神经通过手中的脊椎 有装一个铁垫 对 是那个铁垫对他的那个神经 很不好 压迫神经 我刚刚已经看到 我就告诉你 这里一直影响到下面 听得懂吗 指挥部影响到下面 这根脊柱是一个人的中枢神经 所以这个地方不好了 下面一定不好 那是不是需要动手术 你现在先不要动 等你把大鱼放了 把筋全面了 你再去查 医生一定会跟你说 哎呀 他好很多了 怎么这么奇怪 来来来 我们给他动个手术 他可能可以站起来 这就是我告诉你 的会员 好了 现在我看你不下去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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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